听书看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倒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这个 定场诗啊 没有多少段 我们把这个 唐诗啊 宋词啊 毛主席诗词啊 都可以当成定场诗 今天这人呢 都不是很多 也仗着天路 要换成我呀 肯定在家带一笔 都得出 稍微一动 浑身直喊 今天在那边 唱一山东快书 在天津以前小我 小了一年 山东快书 学了武松大胡 武松赶会 还有几个小段 在北京呢 很少唱 为什么呢 北京人听不懂 它里头这个山东方言呢 在家呢 一些地方 这个包说 北京人听不懂 它快玩在北京呢 倒还行 快速度差 就是我也试试 没唱啊 行 好像没把我累死了 到不大 二十分钟 那这儿 十几次 二十分钟 二十五 三十分钟都没问题 也不出汗 也不出汗 这唱完一快速 下来满头大汗 对面也热 晚上还是我开场 所以一到书馆来呀 人员就颠排不开 就我开场的面大 因为我们队呢 除了行文招 行先生的开场以外 别人都开过了 没有会唱快板的 说价说的都不错 没学过快板 梁深深唱个鼠来饱 这没问题 这每次呢 我当时连着锻炼 也是熟悉一下 我 以前在这屋说书的时候 也唱过快板 我要播个名 说完了 你看还差点时间 那这儿也有一批观众 忘记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那时候 的观众不是很熟 就看经常来 唱一快板 广大一段 都来到台下唱去 现在 现在没有这机会 为什么呢 这台安排成这样 而且这小屋唱快板 也太闹得了 真正唱片快板说 有一段的额展 有一个西游记 还有一个高明远先生的 乔龙标 燕子第三算是短片 真正唱片的快板说 就这三段 一段 二十五六分钟 点也不够 真一下子在这儿 叮了光荡的 打板的 弄得跟装修似的 也 也弄了好受 您闹的 演员也受不了 快板在这小屋 您没试过 一打 声音还挺 挺吵 今天和风 传底 其实谁传底都无所谓 因为 这小屋啊 不像大屋 大屋 你要让我传底 那观众就不干了 那必须得是郭老师 是什么 岳云鹏 很龙龙之流的 换往这 人不搭 小屋也无所谓 而且贺丰这个书呢 说的不错 在三贵来说呢 我还觉得他挺好 尤其说这个神鬼 昨天好吓得 这都湿了 今天就没事 这个神鬼的书 也好说 也不好说 好说在哪呢 没有情节了 自己瞎编就行 而且也不用和情和理 本身神鬼 这个东西就没有 虚构出来的 本身这个东西就不合理 哪说的这么合理 但是不好说在哪 你不能胡说八道 他说的胡说八道 满嘴胡来 而观众也不爱听 咱们先言少叙 输戒千分 山西大雁徐良 会斗笑面郎君沈明杰 好的沈明杰 太有能耐 小七杰里边 省区一城 跟徐良谈 其实沈明杰不够光顾 说的明白 不准用暗器 人徐良把暗器都摘下来了 他跟徐良打 打了五六十个照片 有点费劲 抽身形 跳到越南门洞里边 徐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里边全是消息埋伏 翻版转版连华坑 进来九死一生 徐良飞身进来 一脚踩到悬坑上来 也就徐良飞身而起 躲开一个 刚一落地 脚下一轮 又往上一蹦 刚一落地 又一个悬坑 再蹦 就蹦不起来 拿火 扎进去 脑兜手捆绑手 把他绑起来 要开一趟摘心 这一下可胜了 徐庆在旁边 心里都真难受 这就恨得慌 恨自己 往着心中暗想 要不是我 门心没肺 我要不诈 我儿子徐良 能这么容易让人拿着 好可贪小良子呀 满身的能力 死在了朝天里 眼泪下 大刀镇陕西 燕正方 又探徐良 又探姑娘 俩人刚订婚 连仪式还没举行呢 这儿姑爷就要开 开堂摘心 姑娘怎么办 老头也难过 徐良倒无所谓 他心里说杀就杀呗 怎么着也是一死 拔眼一闭 等着挨刀 这个刀啊 马上就碰到徐良这肚子上 这刀尽已经碰上了 眼看 磁拉一下子 拔开 徐良肚板 真能徐良死了 您各位也知道 死不了 徐良要死了 那说书的就死不了 他死了 我说谁就好 我还指这徐良 蒙进这二十块钱的时候 实话实说 死闻 您看说书的 每次说到呢 关键时刻 眼看 堪肠摘心 人头落地 您放心 这主人公死不了 不定谁来呢 兴许来一见魔 这得救了 要不然正要杀呢 外边打进来了 要不然正要杀 刀瓣掉了 把自己手拉着 这都有可能 反正在说书的一张嘴 想让他死 他就死 一般来说呀 不能得嘴说书的 听书演员要恨上谁吧 在书里就模拟一个 你这人物形象 每两天就让你死的 倍儿惨 所以说千万不要得嘴说书 过去有这样的老先生 看同行啊 恨谁 在书里虚构出来 一阵人物 师爷金连锐 金文生金先生 好这 讨厌那帮说相 那是在小书馆说风神 钟友在那屋里头 相声大会 有尹孝生尹先生 刘文部刘先生 这这都还在中友呢 金先生恨这俩人 因为什么呢 这一堂相声大会啊 也说不过金先生一个人 那屋就三十人 金香这屋做完了都 说那个 来俩怪物 骑着两个身手 一个叫刘文部 一个叫严教授 他竟着了 然后采花贼通了门 金先生浩瑜啊 那说相的抓得 徐良死不了 你说刀瓣 不能掉 哪那么倒霉啊 一眼看就扎上了 徐良就当着说书了 就着 就听外边喊了一声 有客到 来人了 来人了 慢了 等会儿 要说杀 徐良就完了 谁来 宁夏国派来 使臣 说是使臣 这位在宁夏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战殿将军 姓王 叫王强 有一外号 叫野人熊王强 他喊了 长得跟个狗熊似的 汗毛都沥沥着 喷头垢面 呲牙连嘴 喊着 长得像熊 这个张可峰 长得就像熊 我觉着 长得就像这个 长得就跟那个小熊猫 在这 真的很细细端下 咱们看怎么像 可灵 感情这个朝天岭啊 跟宁夏国勾着呢 宁夏国要打大宋朝 篡夺宿史江山 宁夏国前边就是朝天岭 就隔着一道大江 隔着两道山岭 想攻大宋 必须得跟朝天岭这边搞好关系 为什么说 王继先这么狂 谁都不在乎 有靠山 小小一个山寨 贼 大宋朝 国家官员 三次打 打不下来 为什么 人家后头这棵大树可太厉害 宁夏国撑着呢 没钱送钱 没家伙送家伙 没人给送人 所以说这位振巴帮王继先 一看是宁夏国派来的人 赶紧迎接 再杀徐良也就没有时间了 猎队出幽 一瞧这位野人熊 王瞧 晃乎幽幽的 好家伙 拆大哥 往这一站 楚天楚地 大伙都得仰视瞧着呢 哎呀 王将军啊 您怎么来了 好 我来了 这不 我们宁夏国王 让我到你这看看 看你们这最近防守怎么样 跟你说实话 过两天 我们派兵攻打大宋朝 你给我们做一个内应 哎呀 你放心吧 说着话 王前凯眼一看 大厅柱子上 三颗柱子捆着三个人 一瞧徐良这儿 光着帮着 我说啊 大政主 这三人是谁呀 大教权 这三位很不够 大宋朝 台风府的人 您看这白眼没了吗 这叫徐良 那吴的三村 那是他爹 叫徐清 这老头 叫严正发 叹我们朝天灵 叫我们给拉住 你要是把来一步 徐良 开堂摘心 他就是徐良啊 等会儿 别上 我看看 这位黄强迈大步来到徐良跟前瞧了瞧 这你长着母友能有这么大能力 啊 好家伙 你这名气就能传到我们宁夏国了 哎我说大宅主 别杀他啊 我要带走 你带哪儿去啊 带宁夏国去 我们国王就想见着这个徐良 在你这儿别杀了 带宁夏国再杀 哎呦 可把王金仙给气坏了 先说怎么能不杀徐良呢 我说大将军 你要不杀徐良 他要是跑咯 放屁 能跑吗 有我在还能跑 滚 没办法 白菊花燕妃过来 我说大将军 王强一瞧 这位长得挺漂亮 你干嘛呢 在下姓燕妃 江湖人称白菊花 哦 听说过听说过 就是你夜入皇宫偷的四宝啊 奶奶的 对了 这次来还有说法 把四宝我们也带走 要的亲命 这位振发 绑绑几心 你给我瞧 想这官袍待遇 本身不想留下的 人家宁夏国王要留 不给 我不给你 那不行 人家下回不管你了 这官府再来打 马上就能把你朝天灵给拿下来 忍痛割暗 把四宝弄一个包 交给谁 不能交给王强 这也不得散促的 看着挺虎实 究竟有没有能力 宁夏告假 我说 大将军 我跟您告个假 什么事 您看我呀 押韵两草刚回来 就把虚然给拿住 我还有老娘呢 我得回家看看我娘呢 他奶奶的 孩子没老娘 快去快回啊 你说这话 宁夏 宁夏 心里就不痛了 心里说 谁没娘呢 你石头 不让你蹦出来 是什么 想翻脸 但是没有办法 人家是宁夏国的大将军 你翻了脸 人家下回不管 朝天灵了 直奔家里头 在后面弄了个小院 石头都挺干净 迈大步进来 一看老太太在屋里头坐着 慈眉善目 老太太一看 沈明洁进来 可乐坏 爱人 我的儿啊 你回来吧 娘 我回来了 我压着一粮草啊 回来 但是我得跟您告假 还得去趟宁夏国 孩儿啊 怎么还去趟宁夏国呀 嗨 您不知道 有三个人 探朝天灵 叫我给拿住 正要开堂摘心 宁夏国来人 非要把这三个人带走 哎 孩儿啊 你说咱们奴子两个人 在一块聚的时候 就这么少 这你又要去宁夏国 你这得多会儿回来 娘 我向您担保 这次从宁夏国回来 我好好陪着您 有什么事我都不接了 哎 你爸 孩儿 抓了三个什么人呢 哎 娘 孩儿我可露脸 这三个人 说出来我估计您都听说过 同一个 春山属虚青 谁 春山属虚青 还有一个三千户的头 严正方 有一卖号 大刀镇陕西 当然这个都不是我拿的 那你拿住的是谁 呵娘 我拿住这人可了不得 我拿住这个人 提起来是赫赫有名 有个白眼眉 徐良 您知道吗 老太太一听点了点头 哦 哈哈哈哈 这不是老太太 这这我乐 我喊娘 你们俩在这儿干啥呢 用你们俩碰在这里 这讨厌这就不知道了 你们俩买票呢 你们俩 买两张呢 这个 说向内部 我一说翻四辈儿 底下哗一块大影 呵呵呵 翻起口 脚趾就像着才这么恶劣 呵呵呵 这评书也在这下 赫赫还能够穿这边 好意思 你冲着我们这店 呵呵呵 不是我的 你们俩也等着 马上 马上书里就出现 呵呵呵 这人叫徐良 我拿住了 跟徐良打贺 沈明杰吹上了 实际上他是暗算徐良 暗算媒体 狠完的能耐 几个照面徐良就趴下来 都靠吹牛 沈明杰以为说完这话 再看老太太得高兴 你不定怎么夸自己儿子有能耐呢 万万没有想到 说完这句话 再看老太太 把她把脸一撑 一拍转 哈喽 你再说一遍 你拿住的是谁 徐良啊 哎呀 说完哎呀再看老太太 把灯把灯 眼泪下来 哭什么 娘 你哭什么呀 哎 哈喽哈喽 千不该万不该 都是为娘的错 早告诉你就好了 你怎么能把徐良给拿住啊 哈喽 哭声可就止不住了 沈明杰当时就吓得哆嗦了 那个时候 你现在也是 你看自己母亲说着说着哭上了 你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好 娘 你别哭了 你跟我说实话 清清怎么回事 哎呀 老太太张要说 进来个丫头 哎呦 然后进来一跳 老太太哭 夫人呢 您这是怎么了 哎呀 没事没事 这不想儿子想的吗 好几天没看见我儿了 没想到我儿又要去冰下国 我舍不得我哭 老太太憋了个瞎话 没敢跟这丫头说 丫头出去了 哎呀 清清怎么回事 您说 哎 刚要说 丫头又来了 老太太 别哭了啊 再把身子哭坏了 这是少爷也露脸了 您哭着没 哎呀 没事 下去吧 下去吧 哎 哼哼啊 我跟你说 又来了 我这丫头捣乱 把沈明杰气的 哼 丫头捣乱了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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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巴掌 我告诉你丫头捣乱了 你不能这个样子 那少爷打丫头呢 无所谓 出去 出去 这不敢进来 你两个怎么回事 哎 我跟你说 跟 而一开 老妈子进来 哎呀 我跟他听丫头说了 说你哭了 我给你比毛巾 明洁气得 轮圆了 一巴掌 我告诉你小沫 你出去 合着这事 也没说 你老妈子 你丫头 挨两巴掌 你说冤不冤 不冤 走吧 您可记住了 究竟什么秘密 老太太究竟想说什么 他可没告诉沈明洁 可要的亲民 他要告诉沈明洁 满天云彩就散了 沈明洁也就得救了 这没告诉沈明洁 给消灭郎君 惹下洋 杀身之户 闲一闲丢了脑 沈明洁坐在马上 心事忡忡 心想娘这是怎么了 我记得我每一次立功 回来跟娘说 我那朝鲜领立了立了什么什么功劳 拿住了什么什么人 我给我干爹怎么怎么着 我帮我干爹打天下 别人都高兴 救我娘 愁眉不展 连个乐门都没有 有时候小的时候 我记得晚上起来吧 上厕所 听那屋有哭声 一看娘八根八根掉眼泪 我也没敢多问 在沈明洁的记忆当中 老太太没乐过 天天是哭 要不就愁眉不展 这一路之上 跟这王强也聊不到一块 王强二百五一个 你哪里去那么长时间 你快点 走走走走走 来往这后头看着点 那球车锁好了 别让他们撒跑了 来往说沈明洁 那四宝在你身上别丢了啊 您这新闻这玩意哪有老喊的 好国家四宝 你喊这了 那不别人也知道呢 怕别人不知道 您这还紧着告诉 这一路之上 就算是平安无事 这队人哪正往前走 翻过一道山岗 叫白沙岭 过了白沙岭 前面有个小道 大队人哪进小道 过了这个小道啊 那基本上就算没什么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跑来一个龙龙兵 少带国 大将军 走不了了 沈明洁就怕出事 怎么回事 前面有个老头 这俩老头 这老头往那一躺 小道多大 他的个儿挺高 躺那儿 他不走 我们怎么那么起来 这都不起来 您快点看看去 什么一件心想 这可新鲜 老头躺那不起来 带国官看 国家 来一道前头 一看小道上 横躺着一个老头 这老头大高个儿 但是挺瘦 往这一躺 基本上把这道 就得拦住 拨头大脑袋 一根头发没有 穿的衣服也不怎么干净 平坡 还有补丁 背后背着一个大口袋 旁边有六七个龙龙兵 拽这老头 哎 你干嘛起来 六七个龙龙兵 拽这个白胡子老头 愣拽不动 好家伙 这老头就跟掌头地上似的 怎么得 生了根了 六七个龙龙兵 满头大喊 六八 上来一步 您瞧瞧 救他 死活不起了 沈明杰翻身下巴 我说 老爷子 手勒 您起来 我们要从这儿过去 老头看了看 沈明杰 哈哈哈哈 你是 在下朝天岭的少盖主 将无人称 消灭狼军 我叫沈明杰 你就是沈明杰呀 没听说过 野鸡没名 是草鞋没号啊 沈明杰 我看 你那修车里头 装的仨人是不是 啊 想从这儿过去吗 想 好 你说 我这么大岁数 起来 也不方便 我找你要点钱吧 你给多少 也不够我花的 干脆这样 想让小老儿起来 也不简单 但是说难 也不会太难 把那仨人给我留下 别的不要 就要那仨人 另外 你身上有锅炮带驴 把那四毛给我留下 我到当初一当 够我喝两口酒的 你只要把这几样东西留下 我立马起来 哼 干嘛沈明杰给气坏了 先说这老头是干嘛的 没事找茬 我说老头 你说这话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就凭你想留下这三个人 就凭你想留下我身上的四毛 沈明杰呀 沈明杰 你来看 说声你来看 再看老头 分身就蹦起来 蹦起来 把眼睛睁开 刚才老头一缝着眼 乐乐字的说 敢蹦起来 把眼睛睁开 可不要紧 只吓得沈明杰 就蹦蹦往后 倒退几步 再看 从老头眼睛里头 放出两道寒空 啥就射出来 沈明杰心想 这个老头 世外高人 二目如电 太阳雪梧着 精气身十足 躺在那儿看着 无精大才 那都是装的 真正蹦起来 可留不死 老人家 这一抱拳 老人家 再一开脑袋 再找这老头 踪迹不见 身法太快 一低头一开头 老头没了 找老头 老人家 这一找 就听半空中 传来了老者 说话的声音 沈明杰 听我良言相劝 赶紧把雪梁三个人留下 把冠袍带鱼放下 你悬崖恶马 没势不完 你要再往前走 恐怕 你有性命之勇 沈明杰 你可别忘了 你娘跟你说的话 沈明杰心想 我跟我娘说话 他怎么知道 何着我跟我娘 在屋里说话 外头有个老头偷听 就凭我这个能耐 外头有人偷听 我们不知道 百思不得其解 大队人马 又往前走 走到一个大镇子 这个镇子叫 吕家镇 找了一个店房 这个店房还挺大 门口有个牌子 吕家老店 啪啪啪一扣门 门分左右 人家都 按现在话说 都下班了 大洋了 啪啪一扣门 门分左右 出来一个小伙子 穿一身白衣服 长得挺漂亮 要喝 这位爷 您是 要住店的 啊 住店 给我们收拾几间房子 我们这人挺多 另外 这三个人 球车里这三个人 一定要看好了 您放心 你是这的伙计 我不是伙计 我是少长龟 奸伙计 我们这儿就 我叔叔一个人 还有我 没有闲人 您放心 别看没有闲人 要吃有吃是 要喝有喝 保证让您舒舒服服 好 到屋里 要了一桌子的菜 哥 要了一桌子的菜 这菜可还没上 沈明杰往这儿一坐 对面 往墙 外头楼楼兵 都在外头候着 正在这儿聊着天 就看门帘一条 这小伙子端了一盘菜 什么菜 炒灯花 是吧 可爷 炒灯花 接着 说声接着 抬手 把这盘子就飞过去了 往墙就一漏 打烧无脸 把扣脑袋上 这妖怪 帮孔猪飞着那盘子 往桌子上一吊 啪 转了几个圈 再看这菜菜里头 噓 也跟着转 啪 一停 吓 就掉出来 腰花出来 什么菜摊 低的一点 没有 就跟手端着 放着一样 啊 沈明杰一看 当时就急了 太远再看这火去 踪迹不见 正愣着 门链一条 火去又出来了 可爷 接着点 炸果仁 甩 甩 一飞 半空中往下一落 到了桌子上 转了几个圈 那个果仁花生米 那不像腰花 很容易就鼓了出来 鼓了出来 连个花生皮都没出来 一转 接着再看这跑台的 一抬手 转转转 扔俩碗 俩筷子 俩碗扔的这个准呢 沈明杰跟前一个 王强跟前一个 筷子这一副 那一副 沈明杰心向这位可了不得 这哪是个火急呀 哪是什么少掌柜的呀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这在我面前故意露一手 这我听我师父说吧 这就换树大挪椅呀 这功夫了吗的 我都不会 跑了 哈哈哈哈 沈明杰也是外面人 不吃了 王强这还吃腰花 他他不懂什么 那幻术大挪椅 什么特异功能功夫 他他他不管那 他就知道吃自己 也算是胡说八道 一点都不胡说 这个中国的武术 我是博大精神 有咱们想不到的 没有人家练不到的 在那个片里头 什么胸口碎大石 瞳眼弄一棍儿 都活 往嗓子里头除 拿出来一点事都没有 这都真有这个功夫 也有假的 弄一棍儿 上头弄点火 往里往嗓子里除 嘴里头横着菌精之类的东西 忽于吐 活起来 也有骗人的 也有真的 反正这东西 看你怎么理解 你要都按金庸小说那样 那就麻烦 实际上人家金庸小说 也不是弄得多离奇 倒霉在哪呢 现在这些拍电影的 拍的太神话了 你看 射雕流星传 黄之华那般 演的郭静 那个武功一朝一世的 还不错 像这么回事 再往后 到了朱音张智霖那般 就稍微有点邪乎 这一抬手好几百个手梦出来 再往后排到大路的 他了不得了 一抬手哗 山都炸了 还一张给树林子着了 是人吗呢 太夸张了也不行 所以这个扔盘子 很正常 啪 扔着一路 神明节一看 这位可是失败的高人 朋友 咱们当着错人 也别说短的话 我也是怜 我看出来 您有满身的能耐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说 我哪有能耐呀 小跑堂的一个 任麻不会 这就是 长手就行 谁都能来 长手就行 我也长着手呢 你这手功夫 我就不会啊 哈哈 哎呀 你要让我说实话吧 我跟你这么说 这个功夫叫 幻树大挪移 我听说过 这是跟我师父小胆 方经天下 无宗十三派 八十一门 会这手功夫的 不多 没错 我就不会 别说你不会 连你师父恐怕都不会 你师父不是中山剑 可无员工吗 啊 他估计也来不了这 也不是我瞧不起你 你们朝天陵的人呢 全是范童 也包括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朝天陵的 你也范童 连你那干爹 王继先还震八方 他到我这儿来 他连我这一方都震不住 你信吗 大伙捧他给他那么个外号 假如他自己不喊 我实际上不想 真有本事 哎 咱俩比划比划 我练几手功夫 鸟们来得了 我佩服你 我 话说到这份上 可就有点强火 沈明杰这一阵 我做的顶梁 年轻人的都这样 说两句话 你这也不休 我这怎么不休 好强火 尤其练武术 把沈明杰就不干了 好 那咱们院里比划比划 别想 院里比划干嘛呀 我这功夫你看 你们幻术大挪移 都得是大场面 这院里太小 想看我的功夫 跟我走 好 这位殷勤人 非身形就出去了 沈明杰纵身也出去了 坏 你也不想想你是干嘛的 你是压着徐良的人的 你怎么能走呢 一枪火 全放 飞身形出来 再看前头这小伙计 身法这个快 就凭沈明杰这个矫程 想撵上他 势比登天还难 总觉得差一点距离 就是追不上 前面有个树林在 这位往树林在这一站 我说 少带主 沈明杰 咱们俩就在这比划比划 我给你练几手 觉得 你看你会不会练 说声会不会练 再看这考堂的一辆衣服径 沈明杰一瞧话 跟我史家伙差不多 我龙头杆棒也是在这缠着 他也是龙头杆棒 那我得要瞧瞧 再瞧这位一辆衣服径 腰里头 缠着一条铁链子 腰里头一天气滑了 把这链子一抖 什么玩意了 一时三节链子枪 链子枪这玩意不好练 比这个龙头杆棒还要难 杆棒你再怎么说 它能打直楼 还是有个棍 链子枪不行 当地都有花 都这么连着 这要是练不好 耍 再把自己缠上 把自己扎着 这很可能 啪一抖 真正说练这个链子枪练得好 一抖起来 链子得直 就真跟一条枪似的 你说一抖抖不起来 那完了 还是日本国旗永远都抬头了 啪一抖 这条大枪 金光流绕 哪是链子枪 好像一条金龙 就把这跑调那给围住了 那沈明洁不耳饭桶 什么高人那件话 就这看 小大枪 人家这个姑娘 他练的这个链子枪 有都道之主 哇塞 我不会 沈明洁这个注意力就全集中在链子枪上 瞪着眼睛就这么瞧着 哪知道这个小伙子练来练去练去练来 偷眼光看沈明洁 沈明洁就这么瞧着 一抬手 链子枪 头里是枪劲 奔着沈明洁这眼睛 扑着过来 换别人 当时炸瞎 沈明洁 躲 连这时间都没有 一抬手 不论一抬手 把眼睛挡住 你练的扎到手 他想抓这练 一抬手 这 把练子撤回来 这个时间差 可就有了 练子撤回来 棒子一翻 扫下边 没意思 把沈明洁腿给缠住 我这一拽 你就躺下 沈明洁飞升而起 这一链子扫空 小美狼军 干一落地 链子 啪 一抽 杀我沈明洁太阳穴 啪 一链子 这链子枪 就围着沈明洁 可就转开 沈明洁 把龙头杆棒抽出来 没那机会 一点时间都没有 想提气 拿杆棒 门都没有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关手之力 实际上 真正要是 两个人说 咱们在这逼我 这拿杆棒 那拿链子枪 这么大 两个人这个功夫 也差不了多少 为什么沈明洁 没法进攻 只能招架 这小子太快 竟搞突然袭击 沈明洁正看着他 啪的链子枪过来了 这玩意你谁受的呀 不是个照面 小狼军 汗里就下来 这位一瞧啊 时间差不了 打了一打 去一撤枪 飞身跳出圈外 哎 沈明洁 我也看出来 你也就这两下子 太饭桶 用不着跟你费劲 走啊 说声走了 纵身行 跳出林子外头 三晃两晃 踪迹不见 沈明洁想追 心想我不能追啊 电房里还有汪墙呢 你甭管他怎么样 有没有能耐 这我也不知道 那还压着徐梁呢 那四宝也搁到电房了 这怎么办 这要出点事 可就麻烦了 回去看看 怕有人偷袭 提前把杆棒拿出来 琢磨刚才这小伙子 究竟是谁 这小伙子是谁 小七杰 其中之一 超水样子 姓驴 叫驴人杰 这么一位 沈明洁可不知道 往电房走 刚一进电房 啊 啥 他电房捉了椅子 全翻了 到了 龙国兵躺的满地都是 一个个口吐白磨 哎哟 沈明洁心想怀 就好像半空中 打了一个炸雷 把自己给击着似的 直接办后院 到后院一看 球车还真在 里头的人没了 再瞧这边 王强 唱着怀 往那一躺 口吐白磨 直接奔李坚磨 一瞧 刺包也没有 我腰的亲 沈明洁支过脚 这跟头栽的 咔 腰刀抽 我扑胡啊 我这么大的沈明洁 从出世到现在 没栽过跟头 这个硬跟头 我栽不起呀 我怎么回朝天里了 我回去跟我爹说 我都弄丢了 您看着办吧 哪有那样的 人又连树楼皮也不过 刚要磨剥的 又一想我要这么死了 那也太便宜 这帮人了 甭子 刚才那小伙子把我引走 趁我不在 这边人下了绊子 我得掌机 把这帮人先弄下 知道这是中的盟药 狠口水 安着脆 一会儿的功夫全醒了 哎呀 房墙最后一个起来 哎呀 好睡 这奶奶的 我说上菜 还上菜 把沈宁杰气 大将军呢 大事不好 咋的吧 你看看就 徐良 徐清 严正放 都没了 哪去了 不知道 囚车在 人没了 四宝还在不在 四宝也丢了 哎呀 怎么回事 把这经过一说 挨屋送吧 龙罗冰挨屋找 找来找去 跑来迎龙罗冰 少带我 在那小屋里 看着一封信 这信上是给您留的名字 您瞧瞧吧 沈宁杰 大黑一看 这信上写的什么呀 很简单 就这么几句话 四宝 三位英雄 我们带走了 想要这些东西 你一个人 赶奔三千户 去找大高镇陕西 严正放 如果你要不敢去 底下画一小王子 真是宁杰奇怪 哎 那意思 我要不敢去 我就缩头乌龟了呗 敢去 真敢去 大将军 您先回朝天陵 您下国也甭回去了 那回去 您怎么说呀 东西都丢了 弄不好 能把您脑袋要吗 您回朝天陵 见我父亲 让他赶紧调兵 赶奔三千户 哎呀 好嘞 您可小心着点 王强带着人马回去不提 但是说 小美郎君 沈明杰找了一匹快马 超龙头 赶荡 马上加鞭 一个人赶奔三千户 到了三千户 三千人的村子 挺热的 赶沈明杰这一进来 愣了 哪有人 全是空房子 一个村民都没有 全转移了 买不进来 直接奔严服 一看大门开了 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 沈明杰是提龙头 赶荡翻身下马 看了看周围 怕有埋伏 你看没埋伏 这心才放弃 卖不 往里就走 刚到大门这 抬头往上 看了看 他一进来 上面扔下一道面来 让自己一脸白 那让人暗算了 太想起 没有 往当月一站 异横赶到 哎 沈明杰心想怎么没人呢 没人你让我来干嘛 一下前边大门上头 贴着个画 画上画了一个小网本 这边画了一个小人 写着沈明杰 脑袋上扑来一见 沈明杰气 他一说 这画打掉 我说 严正方 在不在 老皮肤 有胆灵出来 把你爷爷叫这来干嘛 我说 有喘气的没有 蹦出来立刻 刚说到这 再看前面大门一开 打出来三只奴剑 割别人还真麻烦 也就笑那郎军 一横赶棒 三只鲁剑大翻在地 接着 蹦出来几位 一桥正当中 这位 瘦高个 白眼眉 眼角往下搭了 这鹰沟鼻子 零脚嘴 大片鸭黑鸭根 周身穿青遍体挂躁 手提金丝大温斗 谁 白眼眉虚凉 这边这位 大刀镇 陕西 严正方 这头有一个 无的三粗 手里拎着口大刀 穿山鼠 大饭桶虚情 自己的游大房上 嗷嗷一声 又蹦下来几位 你看 其中有一个 就是那跑摊的 超水燕子 旅人街 他可不知道 这是旅人街 这边还有一个 翻江鼠奖屏 这头 南侠玉貌 斩雄飞 这边有一个老头 这老头 沈宁杰可降 不知道是谁 挺高的个 挺瘦的 背头大脑的 一根头发没有 书中暗流 人中的剑客 展翅精雕 背摩天 祭牢祭蛙城 那都跟严正方 是好朋友 当然能耐 那比严正方高得多 这边 调事儿的严琴 这边这位 红衣女虾 徐良的未婚妻 这一战 小家 什么韩天锦 什么徐良的义子 龙天彪 全到 开封府的人 怎么来的呀 开封府的人 也不能就这么 挡着 破了团城 就让徐良 一个人去朝天梁 大队人马后 都跟上来了 蒋平之了 三千户 有咱们朋友 大当镇 陕西 严正方 在三千户 到那先找他 然后再问 朝天灵的事 赶到了三千户 一看 没人 严琴接出来了 我爹呀 带着我三哥 徐良 还有我徐老伯 进朝天灵了 把这经过一书 蒋平之跺脚 幸福坏 要是等我们 来咱一块 进朝天灵 一鼓作气 能把朝天灵 给拿下 这要是 他们三个人 单闯朝天灵 必死无疑呀 九死一生 正说着呢 外头来了一位 串门人 展翅金雕 被摩天地牢 计划成 来看严正方 他跟蒋平 也是莫逆之交啊 到这一问 怎么怎么回事 展翅金雕 被摩天 计劳计划成 一个人 夜入朝天灵 这么大的朝天灵 他一个人进区 来不踪 取无影 如入无人之境 打探到了消息 怎么回事 押送宁夏国 将平行下 这就好办了 要押送到宁夏国 这百分之百 就没问题了 安排了种种计策 被摩天就说了 我还有个朋友 在这个吕家镇 提他叔叔没多的能耐 他这个小侄子 可有能耐 穿水样子 吕连吉 把他弄到开封 那都办无一事 大伙定下一计 这才把沈明杰骗到三千五 这一说 沈明杰就不干了 指名典性 要斗许良 刘世杰过来 刘世杰这阵 也偷到开封了 三哥 闪开 我斗他 刘世杰过来 呼一斗沈明杰 五十个照片 没分胜负 宇人杰一乐 你下 我上 宇人杰上 五十个照片 拿不下沈明杰 不是这个宇人杰 比沈明杰强吗 咱没说吗 他搞突然袭击 他强了 真正都说好了 逼不服 不分上下 在这阵 这个孝美朗 你就是沈明杰累了 把病脚热汗 直躺帽子也飞了 只喘粗气 徐清你看 这话来到 闪退一判 我来 再看叔叔压倒过去 三个照片 让沈明杰一脚的踢一遍 已经脚了 你喘着粗气 我上去 不把你拿了 他太犯捧了 下来 大刀镇陕西 严正方上 三十个照片 沈明杰传上了 看眼前的 俩严正方 哪个真的 哪个假的 也不知道 跑了一天 水米没拿牙 又逗这几位 谁也叮不住 严情一瞧 我上 晃毛剑上去 三个照片 摆下来了 沈明杰也不是饭头 徐梁一看 非得我收场不可 你个老板 你瞧瞧的 大伙上开 让我跟他斗一斗 山西人把你给收服了 说要是现在要 沈明杰的命 一如反掌 但是不能要他的命 开封府想留下他 徐梁过来 十个照片 沈明杰就摆给了 我徐梁也够损 你早上去 这什么人都是 刘世杰 仁杰 徐清 严情严正方 轮流的上 沈明杰 批八病嚼热汗 食堂 吁吁吃喘 进宫 一点力气都没 十个照片 让徐梁一个嗓他们腿 啪鸡气氛在里 二 你服不服 我不服 等下来接着打 五个照片 呼喊摔倒 你服不服 我他妈不服 等下来三个照片 蒋平在那儿 数着 一个跟头 两个跟头 五个个 六个 十个 睡了 沈明杰 十个跟头 你起来 不起来 起来也得趴下 哎 徐梁 你给爷来个痛快 我不服 你把我弄死 就算了 大丈夫 是可杀 不可辱 想让我帮你们的忙 势必登天海担 怎么说都不行 沈明杰就求一死 就在这个功夫 静求有人喊了一声 孩儿啊 我的儿 谁 沈明杰的娘来 沈明杰一看四季 五千道着 当时 哼 现在娘你傻了 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我这都让他们摔着 跟头 你这不会武术啊 他们肯定伤害人的 想起来保护老娘 有那心没那力 起了三起 起不来 一点劲都拿 心想话 我们娘俩一块死在这 做梦也没想到 徐梁等人过去 颤着老太 老人家能过来 沈明杰心想这咱的意思 瞧这意思 好像比我还近过 老人家你过来 把你把事情经过 说了 哎 儿啊 儿啊 你太傻了 拿仇人当恩人 拿恩人当仇人 那别 别 反正给沈明杰俩嘴巴 把沈明杰都丑蒙了 你啊 怎么回事 哎 你义父是谁 我的义父不是王济仙吗 呸 他哪是你义父 他是杀你亲生父亲的仇人呢 想当初怎么回事 当初沈明杰的父亲 沈赫 还有沈明杰的母亲 那个沈明杰还没降生 沈赫还有宁氏在一个村子里边 干小马上门 这天晚上来了一伙 抢人 抢劫 抢了钱早不就完了 把这村子学习了 领头的是个蒙面人 黑纱照面 不知道是谁 把沈明杰的父亲 沈赫一刀给攒着 杀了无数的村民 老太太挥着沈明杰 跑了 后来到了三千户 生下了沈明杰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感情这个蒙面人 是震霸方王济仙 那个时候的王济仙 还不像现在似的 还没占去朝天陵 后来也不怎么跟这宁夏国 斗得上 占去了朝天陵 沈明杰没事打猎 小孩 打点鹿啊打点肚子 这天进山遇见一只老虎 别人看着老虎 当时就吓坏了 沈明杰不怕 拿着刀 喝巧那意思 要跟老虎玩玩 打这阵 来了一位世外的高人 中山剑客 五员工 一看这孩子不错 你看这骨骼 身形 适合练武 长得也漂亮 而且勇敢 他一标把老虎打跑了 收沈明杰为徒 找不沈明杰这么大能力 那是剑客的徒 教了沈明杰满身的能力 后来朝天陵招人 沈明杰投奔朝天陵 一来二去 王济仙一瞧 沈明杰不错 满身的能力 好在自己没儿子 把沈明杰收为明灵一子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大伙子一说 沈明杰可就愣了 娘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敢早说 你再朝天陵 我要把这事一说 你能活到现在吗 娘 那你说怎么办 这只沈明杰 全明白了 爬到地上 给老娘磕头 给徐良等人磕头 我对不住大伙子 蒋平赶紧把他颤起来了 孩儿啊 现在你就算开封府的人了 要让我说呀 你一个人敢奔朝天陵 做一个内应 今天晚上咱们里应外合 破了朝天陵 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四老爷 全听您的安排 沈明杰一个人敢奔朝天陵 回到了朝天陵 这阵 咱得交代明白了 四宝 已经让开封府掌握住了 在徐良身上藏着 沈明杰回到朝天陵 李英拜合 翻江书 蒋平南下 斩兄妃 齐杰武艺 小武艺等人 大队人马带着官府 官府要抄朝天陵 那太容易了 没有宁夏国帮忙 拿朝天陵 看当取物 反掌官文一般 大队人马杀进朝天陵 活捉了郑八方 王济仙 搜出了龙袍 他要谋朝篡位 要推翻大宋朝 这一下把朝天陵拿下来 打朝天陵的时候 徐良一彪 打中了白菊花燕飞 把燕飞也拿住了 小七节还差仨呢 回来的道上 遇见仨小孩节道 说说小孩啊 一个个也都二十来岁 有能耐 一个叫刘金节 一个叫刘玉节 还有一个叫赛元霸 五十节 小胖堆 拿俩大锥子 其实圆柱上 七节就出来四个 那仨呀就没出来 但是他这么写的 七节小无意 也说不让那仨出来吧 不合理 怎么办呢 就遇见仨节道了 就完了 哎这一比 我和仨人有能的 小美郎君 省明节上去 活勤小园 霸如是节 刘是节 把刘金节给拿住了 旅人节 把刘玉节给拿住了 这一操合 正好 七节 再加上那五一 七节小五一 大队人马回到朝廷 见得四弟人宗赵真 赵真大喜 加官的加官 什么什么 进爵的进爵 三天以后 开展 白鸡花燕飞 一刀下去 燕飞 人头落地 因为夜路皇宫 倒走四宝 四弟人宗 勃然大怒 也不想留着他 一荡下去 人头落地 大伙在开封府 是庆贺三天 到了第四天头上 包长做一个 整婚人 得给徐良完婚呢 山西纳燕 徐良 还有红侠女 两个人在洞房里头 是云语之婚 大伙在外头 听着 启哼 这边喊 徐良在屋里 你个网板里 瞧瞧的 不要瞎喊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 大伙是开怀大笑 坐在一块聊天 这一聊天啊 是感慨万千 这一路之上 风风雨雨 走来是真不容易 但是最后 这个结局很圆满 应得咱们 开头那句话 听书看戏 劝人方 三条大道 走中央 山河到头 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七节小五役 是到此 结束